我们点击就会免费的下载 并且呢是无需方向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我们的四黑视频播放是非常流畅的 好可以看到我们的TranGP打开非常快 好可以看到我们的Nine飞打开非常快 再测一下速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机上的十字有120招 可以轻松刨锚我们的摆招矿带 哈喽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来吃辣椒的小家 今天又来跟小伙伴分享一款全新免费的代理神器 KWi 他支持全平台的方向使用 像电脑Windows啊 安卓啊 iOS啊 甚至连华为的红母系统 他都是支持的 配合我们搭建的免费节点的YouTube视频 8K 4K都是轻松秒开的 也可以免费解锁 穿GPG还有Nine飞等等一些线路 无线流量永久美配啊 下面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进入十套教程 首先呢我们先来到我们博客 本期的相关之间呢 都整理到我们博客资料 这里是官方文档 小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呢有这个安卓和电脑的下载 我们点击之呢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电脑和安卓的下载页面 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版本的325 点击打开 第一个呢就是安卓小朋友 小朋友点击就可以下载安装了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Windows转件版本 我们需要安装才可以使用 第三个呢就是文件版本 下载解压之后就可以双击打开了 然后呢还有这个LS 我们只需要登录美区账号 在App Store里面搜索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没有美区账号的话 在这里我们有这个免费注释教程 小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呢也有这个华为鸿蒙系统的安装教程 小朋友可以看如果你是安卓版本呢 使用这款转件之后呢 我们的海外帮抖音可以实现这个免购卡 就解除地区限制非常的不错 这里还有详细的一些教程小朋友点击 都可以去看一下好 下面要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实测一下 我们进行这个下载文件版本 下载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压缩包 我们进行这个解压 解压之后呢我们就会打开我们的文件夹 我们往下拉找到这个Canvis图标 双击打开它 好双击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非常的简洁 但是呢它是这个竖屏版本 我们第一次呢要先进行基础的试制 我们点击试制 我们可以开启新手模式 然后呢我们往下拉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IPV6 如果你有IPV6的话 可以建议这个启动 这样呢我们的网速会更快 然后呢还有这个TU模式 就是开启全局 如果你想要你电脑上的时候 软件也可以走这个方向流量 就可以开启这个TU模式 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然后呢还有这个DNS 建议小伙伴一定要强烈开启这个Force IP 不然的话部分的节点呢 你会发现比较慢 如果你发现你部分的节点很慢 或者无法正常使用 可以来这里进行这个DNS服务的选择试制 这里呢我们就采用默认的可以了 如果你发现通过你自己不懂的试制 不能使用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重置 它就恢复原来了 我们再往下拉 在这里呢也有这个备份和同步 像你在不同的系统上 使用就可以通过这样去进行同步了 然后呢还有这个服务器 排序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启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拉 在这里也有这个语言切换 如果你发现你打开的不是中文的话 在这里可以选择这个简体中文 如果你发现你这个软件无法正常使用 可以选择清理它的缓存 或者重置 试制都是可以的 下面是这个苹果的下载 好我们不用管它了 这样的软件的基础试制就可以了 我们来搭建我们的免费基点进行使用 我们先把软件关销 好下面我们回到博客 我们首先需要到CloudFair注册一个账号 一个可以接收验证码的邮箱就可以进行注册登录了 好登录之后呢就是这一个页面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Workers的Pages的选项 那我们就点击创建 然后呢我们选择Pages 然后呢我们往下拉选择上传资产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命名 好创建项目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上传一个文件 我们回到我们博客 我们往下拉在这里有这个项目地址 我们点击直达 好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律师选项 选择Download进行这个下载 在下载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复制好我们的名字房子 等一下不知道下载哪里 也可以选择在桌面上 好进行这个下载 好下面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CloudFair 然后点击上传 然后压缩文件 把我们的文件名字粘贴上去 然后打开它 这样呢它就进行上传了 好上传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部署站点 继续处理项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点击Workers和配局室 好在下面我们选择KV 我们点击创建一个KV空间 然后可以随便命名 然后点击添加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Workers和配局室 找到我们创建的这个项目 然后点击这个式字 点击函数 我们往下拉 找到这个KV空间 点击绑定 然后这个命名一定要是 BPP小写的 然后把我们刚刚空间命名 进行这个绑定 然后进行这个保存 好然后呢 再点击这个环境变量 我们需要添加两个环境变量 第一个就是EUID 我们点击添加变量 必须是大写的 然后回到我们博客 我们往下拉 在这里有一个获取EUID 我们点击直达 好这里有很多EUID 我们随便复制一个 再贴上去 好下面我们添加第二个变量 POS IP 同样回到我们博客 在这里有两个获取地址 我们先打开第一个看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可以找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呢 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优选一名 如果你想使用优选一名 也是可以直接复制添加的 我们再打开第二个 我们再打开第二个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有两个IP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好这一个是新加坡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两个目前都是新加坡 我们随便复制一个 点击这个复制 我们在这里填上去 POS IP 必须是大写 然后把我们刚刚复制的IP 再粘贴上去 好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保存了 添加完这两个变量 以及绑定好我们的KV空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部署 然后呢 我们再创建新的部署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文件上传一扯 因为呢 我们已经添加变量 只有重新上传才能生效的 保存并部署 好我们点击继续处理项目 好我们直接 好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域 好这样就已经打开了 我们只需要在网址后面 添加这两个单程 就可以进行这个登录 先添加上这个登录 然后呢 原神密码登录 好登录之后呢 我们先拉到最下面 修改它的密码 点击 好输入我们的新密码 然后确定 它就会退出 让我们用新密码重新登录 好我们登录 好在这里呢 我们勾选屏蔽广告 然后再往下拉 这里呢可以填写我们的优选IP 这个优选IP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进行获取 好在优选IP之前呢 我们先退出我们的代理 然后进行优选IP 好就这个优选IP 然后重新打开我们的代理 回到面板 添加上我们的优选IP 然后往下拉 把这些端口全部勾选上 然后点击生成 好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复制我们的电源连接了 支持很多的电源连接 我们就直接复制 第一个电源连接就可以了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KWiz 点击这个介号添加配置 我们点击添加配置连接 然后呢 点击右上角的介号保存 好就添加成功 好然后呢 再点击我的配置 这样呢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导入进来的节点了 由于我们刚刚并没有绑定 自定域域名 有时候呢添加是不成功了 需要办法记得在代理状态下 去添加就可以成功了 下面呢 我们退出我们的代理 来进行测试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箭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键都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最后一个选项 就可以进行这个测速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节点速度延迟是最低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选择 点击它变成灰色 证明我们已经选择这个节点 我们再返回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进行这个分流 在这里呢 我建议小马开启这个中国 这样呢它就会进行自动分流了 我们打开我们youtube 然后打开我们的视频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播放非常快啊 好直接就5万多k 可以说比付费的节点还要用 现在是6万多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open ai 能否正常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正常打开 我们来试试一下 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耐费能否正常打开 好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我们来测一下速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脑上呢 试试有87兆左右 下面呢我们就到iOS上来进行这个使用和试试一下 配合我们自己搭建免费的节点 能有多快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iOS上 我们打开我们的app store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头像 然后拉到最下面 退出我们的账号 并且登陆我们的美区账号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这个搜索 输入Canvis 我们搜索 好就是这款软件 我们点击就可以免费的下载 并且呢是无需方向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好下载之后呢我们直接打开它 我们允许 然后点击接受 在这里我们选择简体中文 然后呢我们选择中国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进行小胖 开启这个广告两件 还有这个应用进化 应用进化呢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软件打开之后呢 会有这个首页弹窗广告 它就会直接过滤掉 再往下拉 开启这个国内植连 也要开启它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一步 好新手模式 我们点击完成 然后呢 获取我们的流量 我们就点击添加配置 如果你已经复制好节点 就可以直接从剪贴板导入 或者可以导入配置文件 或者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 都是可以的 我们就直接添加配置连接 把我们的节点连接粘贴上来 允许 然后点击右上角添加 好这样呢就添加成功 我们返回 然后记住我们选择 第四个选项 开启我们的Force IP 然后呢我们再直接选择中间的按钮 我们点击允许 好我们授权 好这样呢我们就开启连接了 如果你想切换成全局 也可以选择全局 它就重新开启了 我们选择规则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进行设置一下 我们的YouTube还有十字网速是怎么样的 我们打开我们的Google浏览器 我们找到我们的频道 然后点击我们的头像 然后找到播放列表 往下拉 找到我们的4K视频 然后进行播放 可以看到我们的4K视频播放是非常流畅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耐飞拆机能够给它打开 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转GP打开非常快 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耐飞打开非常快 再测一下速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机上呢 十字有120兆 可以轻松刨锚我们的百兆框带 当然我们这里的测速也是仅供小曼的参考的 每个人的网络环境 不同的运营商测速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小曼只要有记得开启这个PORS-HPE 基本上节点质量都不会很赞了 好了 本期我们这款全新的方强VPN神迹KWIS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小曼如果遇到还有其他问题 或者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 我看到的话 都会一一进行回复的 感谢小曼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